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 在3月6号的例行记者会上驳斥 路透社的提问 他强调台湾海峡两岸都是中国领土 其实外交部队已经说明非常多次 台湾从来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 这是客观的事实也是现状 无论中国政府如何扭曲台湾的主张 都无法改变两岸互不隶属的事实 台湾的主权只属于台湾人民 也只有台湾人民才能决定台湾的未来 民主与威权无法共存 民主的台湾与共产中国互不隶属 中国外交部长秦刚的说法 我们再次重申 台湾的主权只属于台湾全体2300万人民 只有台湾人民才有权力决定台湾的未来 这是再清楚简单不过的事实 我们下转发了个例子的台湾 每个字一天都不过的事实 和我们下转发的事实 再次重申快点 到我们下转发的事实 我们下转发的事实 那是在这里 我们下转发的事实 这里是我们下转发的事实